咱们女嘉宾与第一位男嘉宾约会结束了 其实我们男嘉宾一打眼看 好像整个的状态和他会琴棋书画 还有能够攒钱买那么多房子的 这种气质好像不大相符 很低调的一个人 但实际上真的是很有内秀有才华 他实际他心里真的是有一点小结 这个结就是说钱还算人美了 但是我刚才提示他那一点 就是过度的消费补偿性的消费 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人还在钱美了更不行 所以不要过度的去从这个阶段 走向另一个阶段 咱都冷静的去思考 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我的话少不会说我 我们女嘉宾接下来要选择 第二位约会男嘉宾了 会选择谁 五号 五号男嘉宾 来咱们看一下大屏幕 两个女孩 我当时在他这个照片上看到写的是父子分别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男嘉宾的年轻时候的样子是特别帅气的 帅 清秀 有点像台湾电视剧琼瑶剧里边的男主角 对 真的 来 有请男嘉宾登场 晚清一满 婚聊案 爱的选择 结粮缘 不会服务云 周老眼 求同存异 学老伴 我是来自辽阳的林总 好 好 欢迎您 你说 你好 来 你刚刚那个诗朗诵的挺好啊 自己写的 不是自己写的 自己想的 自己想的 遮望眼啊 遮望眼 是不是 不会服务云遮望眼的 意思就是 就冲破各种阻碍 各种阻力 有说三道字的 就对我有各种亢 您来爱的选择 有没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字的 啥人没有 有 有啊 说说它对不对 咱们自己心里有树 自己把它们形成为服务云 服务云 那都是服务云 我的幸福才是真金白银 是不是 对 对 来 我们看一下我们男嘉宾生活当中的样子 10236号 李先生 73岁 辽阳人 离异 企业退休 有住房 女儿已婚独立 我这边平时没什么娱乐 就喜欢看看新闻 看一看书 爱看一些古典文学 中国四大名著 我那时候也没有条件买书 我都是借书看 借书看 你像以前青春之辈的 历火金港呢 就是很多以前的几方战争 抗疫战争 抗美朝战争 这些书都喜欢看 喜欢文学是吧 还是更喜欢文学 小的时候看书 长大了以后看电视 后来又有了网络 增加了获取知识的渠道 我看电视吧 不管是看业的 主要看里边的故事情节 看电视特别是爱看三国 三国里边的羊肉 最爱看就是主要亮 因为主要亮 它特别的宠明 它这宠明还是超过好长 我很配合它 我爱它特别会用言 我担心三十多年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希望这次来到爱的选择 找到想法